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要塞財經》台直播環節有問必答 我們會繼續解答家庭觀眾的電話 或電話方面的查詢 有事想問可以傳電話 電話熱線是204-6566 電話號碼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市務總監郭Sir 郭Sir早晨 早晨 等家庭觀眾打來之前 跟大家跟進市況方面 匯控方面的業績 看到了 今天受到匯控業績不佳因素 拖累港股 這一刻跌351點 報21872點 成交金額108億 掛企指數要跌159點 報9567點 期指跌371點 報21830點 低水質47點 成交量19000多張 郭Sir 怎樣部署好呢 因為業績出之前 很多分析員都看到 非常之好 很多都唱到成100元 可能很多投資者 都在業績公佈之前 就買了貨 現在出來的結果 是屬於所有勸商估計的下限 而且也看到核心業務 拖累到 反而在其他炒方面的業務 做得好一點 怎樣部署換業績 而市場跌下來 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第一就是這個業績 沒有驚喜 因為稅前的營利114億美元 其實絕大部分 是來自貸款減值的準備 還有節省成本的 可能核心的業務 暫時來說都是一般的 所以市場早前是過分驚喜 今天有少少失落 也是因為股價累積的升幅不少 加上高台真的有些淡倉做了 大家記得 今天之前的市場 雖然天天咬著高台不放 但成交金額很小 整天都得了幾百億成交 四百多億 這些動力根本上不像一個中期升浪的開始 只不過是沒有一個匯套的藉口 現在匯控業績沒有預期那麼好 就成為一個匯套的藉口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也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恆生指數由6月25日低於19426點 升到上去 這個月2日的高位22291點 是升了2865點 其實這個升幅已經不小 況且近這兩個星期 指數雖然不斷向上限 但成交金額根本上就不能同步上升 相反來說是持續下跌 這種背池根本上就不正常 所以累積升幅這麼多 趁機會回吐是遲早的事 問題是甚麼情況 用甚麼藉口做一個弱人 好了 匯控現在的業績攤了出來 股價下跌了 其實有很多很多成因 包括市場一些失望的情緒 還有累積升幅這麼多 趁機會作一個回吐 但再看深一點 匯控過去一段時期 不斷將海外的有毒資產 或者非核心的業務 逐漸逐漸剝離出售 集中資金發展到大中華和香港方面的業務 其實來說 淨化之後的匯控 前景反圍市場是看得比較好 不過近期就升大了 升快了 由於它一路淨化業務 這個方向是沒有變 我自己覺得 匯控股價的反復 反圍是一個中線低級的機會 只不過暫時來說 這一分鐘可能調整的幅度 都未必夠深 因為剛才我提到 整個大市升了2865點 如果這2865點 回調三分之一 或者回調一半是多少 代表指數會見到21336 甚至20858點 即20858到21336 或者會是這一層 技術上調整的低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這一分鐘可以做的事不是太多 不需要看得太淡 因為流動性資金仍然很充裕 至於六月股市的下跌 基於兩個理由 美國的退市和內地的前方 但美國的退市現在已經沒有人說了 況且聯儲局已經表示 經濟一日沒有明顯穩定的增長 相關的退市行動是不會進行的 事實上QE3已經是一個 不設限期的一個 量化貨幣的政策 即是說今個月就算去退 下個月退 只要經濟不太好 下個月全部買回 買一塊都可以 所以美股只不過是屬於一個高台整固 近期來說更加創了歷史高位 至於中央政府 雖然量化貨幣政策沒有怎樣做 銀行準備金仍然維持在20% 但近期來說 停了半年逆回購的操作 又再做回 換句話 經濟即使下限也好 我也不太擔心 大家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由8.5%的經濟增長 一直下調到7% 下調到8% 下調到7.5% 這是歷程 中間是痛苦的 但既然經濟的增長已經到7.5% 距離中央政策的7% 防守性的低位 不是差很遠 就算經濟增長再下降到7.4% 7.3% 股市 我講A股 不是跌的了 應該是升的了 因為炒定中央政策的出台 即是說 現在這一陣 港股的下跌 應該是一個中期低級的機會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擔心 問題就是 到底是21,336點 還是20,858點 或者是哪一點才是低位 買貨 哪一個不想低位賣 但低位從來都不是你和我容易掌握得到 等於這一陣 如果早前買到貨 我希望反彈的高位才走 誰是高位 你和我都不知道 到現在你就知道 原來8月2日的22,291點 是那個高位 但這個已經過去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 在這個秋升當中 你能夠在適當的時間買到貨 適當的時間落到車 賺到中間的缺 這樣就已經很厲害了 現在這一分鐘 我認為暫時等等 直至到市場有深一點的調整 再作一個新一輪的部署 對後市看好仍然不變 好 郭Sir 都說多一點點 就是匯控方面的情況 現在這一刻跌4元那麼多 跌超過4.85.5% 剛剛都說到 就是核心義務 都還有比較差一點 跟進一點內容 如果看回 債政利息收入方面 就178億 同比減少8% 比起之前2012年的同期所 減少4.2% 有個擴大情況 擴大了3.8% 另外看了非利息收入方面 84.04億 亦都比之前來講 同比增加點低% 但這方面的數字 就是差過去年上半年的13.3% 可以見到剛剛讀到的兩個數字 都是為之差的 怎樣看核心義務方面的情況呢 其實就是上半年度 經濟放慢的情況 比較明顯的 所以你說匯控在市勢當中 或者勢頭當中 你要有太突出的表現 是相當相當爛的 大家看看營商的環境 是不是防慢了 你看看樓房的貸款方面 受到政府的雙辣椒 也都是新樓的按揭也都少了 二手樓更加不用說了 至於大中華方面 剛才我提到 經濟下行的形態很明顯 起碼在上半年度 根本上沒有什麼太進取的 就是說這份業績平平無期 根本上已經是預預了在內的了 只不過就是市場人士 在那個看法 很多時候都會是 傾向於少少的進取的 不過這個不要緊 由77個多的股價 升到近日的高位 接近差不多是90元的了 已經是頭疊未升了12元的了 或多或少都是受到一些 比較進取的買盤去主導 所以累積的升幅就比較大 相對低位來說 已經升了15% 以一隻大象來說 這個幅度已經不少了 這一次的業績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撇除所有因素不說的話 根本上是一般 但也不是差得很厲害 最低限度 在折省成本做了很多功夫 另外減值方面 也不需要撥離這麼多 當然最重要的都是利息收入 和非利息收入 這個可能在下半年度 第三、第四季 會慢慢慢慢改善 第一,美股已經創新高 其次來說 大家不要忘記 A股仍然處於低位徘徊 不排除第三季尾或第四季初 中央在政策方面 會慢慢慢慢推行 否則內地還有一個很龐大的城鎮化計劃 即是說A股這一分鐘 你保守一點點 不要緊 但就不應該看得太淡 因為09年8月4日 3478點的上升 已經持續跌了4年 其間經濟今上每年增長 是8%以上 股份的下跌當然有原因 但來到這麼低的水平 你再做淡看淡 我覺得似乎來說 就有一點過分了 如果A股能夠稍微 做好一點點 內地的經濟 亦都可以穩守7以上的話 對整個金融市場來說 應該是很正面的 順帶一提 內地的經濟 既然出口不能夠拉動 或者出口拉動的提供幫助 不是大的話 就是要靠內稅 和靠固定投資 謝謝郭Sir 我們先聽聽電話 黎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買960 我上次買了放了 我想問什麼價位可再入貨 好 未有貨現在 5960 龍湖地產的12.12.12 跌下超過4% 為何5.6元 郭Sir怎麼算好 多少錢到賣 近期來講 一直在2.2元的波幅走 一個月的低位10.058元 高位大約是12.098元 現在這一分鐘 是處於一個技術上升後的調整之中 值得一提的就是 估計今日的下跌 有一點想撞到50偏線的形態 內房我自己不看淡 我還是看好 但你的股市是要調整的 買貨的就不需要急 少等等 在剛才我提到 恆生指數升了2865點 回調三分之一 你都要見一見21,336元 如果回調一半更加不用說 既然是今天第一日的回調 況且今個月經過今日的下跌 已經出現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高位是22,291點 低位我相信很大機會是21,000 是那一頭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稍後等等 大概是11個嶺 我不是看淡 不過如果市要回套的話 不如繞上去 讓它回低一點點 11個半左右 我覺得應該可以考慮了 現在這一分鐘暫時觀望 好嗎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問 甚麼價位可以嗎 大概11個半左右 到時再看環境 希望去到11個半左右的水平 才是考慮在哪個價格買 現在這一分鐘 它剛剛是第一日的技術上回套 我想暫時不用這麼急著 好 我問688甚麼位可以入貨 688 OK 22.7的 跌至5.5元 跌幅超過2% 剛剛公佈了業績 亦有兩個消息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主席孔建平 由副主席頂上 第二個消息 有機會獲得控股股東 中國建築的股份 租入房地產方面的業務 怎樣部署你的股份 第一 注資就肯定 其實688是這麼多個落房股當中 我這幾年 是每一次我都極力去推介的 包括他和1109這兩隻 我都最喜歡 因為兩隻都是央企 只不過華盈置地 近期有少少的事件前身 這個我不說了 當然688近期來說 累積的升幅也不小 高台有少少整固和消化 是很正常的 這一分鐘 我想暫時等等先 不要說一個月的低位 19.42 太低了 就說一個星期的低位 21.4 技術上 如果一旦大市有少少調整 或者深少調整 它試穿了一條十天線 進了一個向下行 應該是21.5座的水平 如果要買的話 最低限度會等到21.5座 或者到22元 這個區間私在作考慮 千萬不要急 因為大市的調整 可能會比較深一點 就不會跌得太多 老實說 如果能夠到21.5座 買作一個中線部署 問題不大 好嗎 好 先謝謝黎小泽 你的電話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郭Sir和我們的詳盡分析 也做回申報 說的股份沒有持有的 謝謝郭Sir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兩位分析人口和大家聊天 有事想問就不妨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 204-6566 稍後再談